不要濫用國家隊 這樣的一個高尚的名稱 來包裝你自己 執政的不利 執政的無能 國家隊講白就是 傻逼大隊而已 不負責任的政府 兩手一彈說調查當中 不是他外線的 存在 就是讓現在各部會之間 不要把國人當三歲小孩來 戲弄 這是什麼國家的採購案 嚇死 不斷的成立國家隊 疊床嫁屋 這個就是現在目前蔡政府失靈的一個問題 陳建仁院長執政也滿100天了 你到底拿出什麼實質的成績 勞保年改 哪一件事情你做好了 都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 就是希望我們全體的國人 好好的來去做這個 民進黨的監督的力量 讓2024 讓有能力的政黨來去執政 謝謝 好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賴向力委員 好謝謝總召 我想今天來檢視 蔡總統 這七年任內 是不是在他當時講的這個 這個 政策 政見 都能夠 一一實現 能夠讓國人知道 他是一個有能力治國的總統 七年下來 剛剛看到這個我們 幫他羅列出來的八大缺失 八大問題一再惡化 口號治國國家隊 一再的出現 就可以知道 他大概就是朝向這個風向治國 媒體治國 然後呢 以打擊政敵作為他的這個 對內鞏固團結的一個手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不斷的在國會這七年來 他的這個特別預算的編列 他對於各種問題的這個處理 都是由他在這個國會的第一大政黨 民進黨的62席委員 幫他全數護航過關 這就是蔡總統今天 在民意上看起來呢 得到了四成多國人的信任 滿意度還在五成左右 那是因為他在國會呢 這63位的民進黨的立委 幫他處理的就是 撒幣的方式來把民怨降低 但是錢有用在刀口上嗎 所有的問題為什麼在這個 一再二化的現象的面裡面 讓國人開始決定要能夠政黨輪替 要能夠在國會有新的政治力量 來制衡這個一黨獨大的執政黨 所以我想今天 國家隊能不能解決問題 大家都還記得齁 1961年這個美國總統剛才迪有講過 你不要問國家問你做了什麼 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我今天就在想 蔡總統是把這句話 顛倒過來 他是要問你先為國家做了什麼 我才要問你做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三年來多少事情都是 我們為國家做了什麼 他才開始動起來 在疫情的期間 大家都還記得 國人是如何的去共體時間 在沒有疫苗到位 在沒有口罩到位 在沒有快拆到位的時候 國人是如何的自動自發的 幫你國家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今天不要誤用 也不要濫用國家隊 這樣的一個高尚的名稱 來包裝你自己 執政的不利 執政的無能 其實國家隊講白就是撒幣大隊而已 就是用預算去把問題延後解決的這個時程之後 讓下一屆來面對 讓下一任總統來承擔 這是不負責任的政府 不負責任的蔡總統執政下的七年 國人要很清楚看到 也要很明白問題還沒有被解決 不是有了國家隊 他就被解決 剛剛我們總召提過了好幾個國家隊 我們先看這一次大家 民生裡面最在意的問題 從農委會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隊也是不遑多爛的 在30個裡面就佔了6個 很多人說這個名稱還是第一次聽到的 像農糧國家隊 但雞蛋國家隊大家都不陌生 就發生在今年這個月初到現在清明節是最高峰 大家都說怎麼搞的會缺蛋 其實從去年開始 他的雞蛋國家隊成立 這一年來沒有辦法預先的做調配 以至於最後在蛋價這個高漲之下呢 形成一個又要再一次用國家隊來解決蛋黃問題 他如何解決 他還是到四個國家去進口蛋不是嗎 這樣的方式如果讓我們來當農委會主委 我也會當啊 所以表示你們在很多問題的診斷裡面 都喊口號說超前部署 這四個字真的不配用在民進黨蔡政府的執政團隊裡面 你們一點都沒有超前部署 所以這些所謂的國家隊大家看了之外 只發現預算一個比一個高 所以到最近連豬價的問題豬肉的問題還來到高檔 已經到了111塊錢 當時監控價格是75到85塊 現在呢也不用監控了 就早就超過市場原來預期監控的部分 所以我想這是第一個讓人家很心寒的是民生是不分政黨吧 民生是不分顏色吧 你應該要做到好的是讓大家所謂的安居樂業 能夠讓大家這個一定程度不會擔心物價通膨 結果一再的通膨造成了現在用國家隊也解決不了問題 當然很多人都在講農業問題還涉及到敏感的兩岸問題 那我們也要看到如果說以這個所謂好幾個這個當時 因為兩岸的關係情勢外銷受阻的狀況裡面 像這個中國會禁運我們台灣的鳳梨來聯武等等 最後我們以鳳梨為例我們也開過記者會 他說會做轉銷的動作會做一定程度的處理 結果轉銷日的日本的部分呢 竟然比之前還沒有這個禁運之後呢 還是只有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這個東西跟你的這個剛剛講的這個所謂的超前部署 以及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 表示你先前根本就沒有做 根本就沒有做 所以我相信這些數字到現在重新再檢視回過台看 確實可以知道在國會就因為能夠用這個各種特別預算呢 去幫他做處理紓困 以至於他們不用面對政見呢 一再的跳票之後的明月 反而用這個撒幣的方式呢 讓拖累問題喔 雪上加霜 為什麼 看這一次養豬的這個狀況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這個雞蛋的這個狀況 就可以知道啊 一再推給說我們已經錢撒下去了啊 叫他們要改善雞舍啊 叫他們要改善豬舍的這個衛生啊 結果要怪這些豬農雞農們 同個時間都在蓋雞舍 同個時間都在整修豬舍 你說這政府會做事嚇死人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還是比較在意的是 打炸 打炸國家隊 這個大家耳熟能詳喔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現在兩千三百萬人的 個資已經在這個世界上網路的各個角落裡面 還是沒有辦法進行回收處理吧 還是沒有辦法進行惡主的鍛煉吧 為什麼因為早就不知道 在棘手的這個資訊的這個疏漏裡面 被轉賣到哪些的這個這個犯罪集團手上了 時而不時我們接到的電話 時而不時簡訊傳來的資訊 就表示我們的個資已經在全世界全都錄 全世界都知道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家人之間 身份證字號我們的關係親屬我們的護號 甚至你的身份證字號 這麼可怕的一個全球都知道台灣人 兩千三百萬人的個資資料庫到現在 內政部兩手一攤說調查當中 不是他外洩的 術發部說我們只能做一些這個電訊方面的這個管制 我們無法去幫內政部做內部內積內控 那是他家的事情 說白了術發部的存在就是讓現在各部會之間 有資安部的存在有資安的問題發生 請各部會自己想盡辦法做這個阻攔 想盡辦法做內積內控 術發部只做專業上面的這個督導跟處理 那這樣子要一個術發部要幹什麼 國人認為的資安問題誰來負責誰來面對 完全不用處理 到最後還是一樣架了一個高高的架子 叫做打炸國家隊打炸綱領1.5版新出爐 好幾個部會又連在一起 拉一個金牌的這個叫做打架的這個行動辦公室 繼續掛牌 這些事情走到今天 請問內政部裡面有哪一個科員 哪一個署長哪一個次長哪一個部長被記過嗎 這件事情兩千三百萬人各自外洩 這些官員不用送懲戒法院去好好偵辦嗎 完全不動如山 所以我們要如何信任政府的所謂的這個打炸國家隊裡面 資安及國安的問題 政府真的全心潛意在幫我們守護我們的資訊安全 守護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沒有 所以打炸的背後是多少人在這個詐騙集團的凌劣壓力之下 淪為一個犯罪集團中受害者甚至加入成為幫兇之後 不得不還是無法全身而退 這樣的一個這個已經近乎是這種虐求的這個案件 在台灣的青埔桃園的青埔就活生生的上緣發生 那這是我們能夠忘記的這個慘烈的教訓嗎 我們能夠讓這樣的政府繼續用口號的方式來說 我已經做到了防止未來再度發生的這個詐騙 所以我們的鋼引行動1.500大家要信任你 你能信任嗎 我們在國會監督1.500信任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新的做法 終究就是把各部會的聯絡人再弄到一個 串成一個群組 然後把訊息即時上報 所以行政院長 則成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成為現在整個打架跟資安 這個就是召集人 請問你的資安通報系統有做嗎 有運作嗎 個案有查嗎 相對來講這樣的一個 再一次用包裝的方式把問題這個美化 把問題這個弱化 就是讓大家要忘記它 請大家不要忘記 這是最可怕的打炸的問題 到現在還是無法解決